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我是林梓彤 现在先跟大家跟进内地和保安股市中央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方面 常情综合指数中央收市升14点 中央收报3669点 深正成分指数跌247点 中央收报15714点 创业版指数跌110点 中央收报3303点 港股方面 恒指半日跌361点 中央收报30723点 国企指数跌123点 中央收报12105点 大市半日成交1729亿多 这个环节请来Samuel和我们谈谈 Samuel你好 萬众期待北水终于回来了 但是指数今天不是很遅 跌成300多点 但半日成交已差不多1720多亿 后市的看法是怎样呢 暂时来说 今天的表现和大家过去两日 或者两三个交易日的预期 是有些出入的 之前预计过有机会 趁北水未回来之前 提前已经炒起市 希望北水回来可以接力 但即使今天上半周来说 暂时有90亿的正流入也好 但没有什么对大市有个帮助 反而一些新经济股 跌幅是挺深刻的 所以这一轮 今天来说可以轻轻辣一辣 A股的表现 就不是这么活跃 早段的时候都升2% 但下午收市回来 你见到上证的升幅已经缩下了 以后恒指来说 由2月起 都差不多升了3,000点 你说之后一轮的时间 要轻轻叫做回一回调 才叫做向上 都叫合理的 只不过是没有大家 预期之中这么活跃 就说到北水一回到来之后 就叫做 立刻和大家将货推上去 所以暂时你见到今天升的 都是一些比较落后一点的办法 例如中资金融股 内险还能保持一些升幅 例如中联通 或者中电信 这些中资金融股 以及一堆内房 过往北水比较烈恐一点的 一些新经济股 例如SARS股 或者一些汽车新能源等等 这些板块 今天跌幅会比较深一点 所以可以再观望一下 今天下午5点出来之后 看看北水会是 对于哪一类的板块 是有些炒在 如果见到它们开始 真的在过往一些强势的股份上 都开始套利 可能大家都需要考虑一下 会不会板块 真的慢慢出现一个轮动 大家开始追回一些旧经济股 比如说一些油股 或者中资电信股等等 那些油股过去这几天都升得挺多的 但是你说中期来说 其实美股尤其是道指 都要保持着货行顶 我又不会在这一刻 今天暂时回 三百多点 就立刻去估 大家没有一个顶 所以我觉得可以叫做 看定些先 恒指中期的目标都是 只要不穿之前的20天线 就是说去到29,000 大概三万这个位置左右 只要不穿 整个上升格局 就没什么改变过 中期的目标 暂时都是看着三万三先 今天回几百点上来 不算是太多 所以我觉得可以叫做再看定些 好啊 另外呢 讲一下北水之前的外股 美团 腾讯 小米 港交所这些 表现都是不够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好 想着北水可以回来的时候 这些股份可以查一下 或者都会继续跟进 北水 但是今天似乎这个状况 没有什么怎么出现 在上午的时候 那策略上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个别的股份 都仍然算是强势的 腾讯都算是保持升幅 而且你说美团 今天早上都是叫做破坏顶 只不过是轻轻出一点 阴烛下来 所以你说这一轮的时间 跟大市的看法都叫做相同 都是叫做可以继续持有先 你说新经济股 尤其是炒过去农历新年的消费状况 你说看一些 比如说支付平台 用电子钱包的情况 其实在过去这两个星期 看回数据 都仍然是比较强点 所以你会见到 无论是ATM 还是之后的京东 或者小米方面 只要一弄到新经济概念 这个情况 都是叫做炒上来 所以 纯粹就是 你说过去今个星期 你说头几个交易日 已经率先炒起股价 今天开始叫做 轻轻有个回调 但你说未来 我相信一些行都仍然是叫做有机会 调高他们的目标价 始终今次农历消费之前 大家看着 会不会一些叫做 留在当地消费的状况 会影响到他们的购物的情绪 但暂时来看的话 使用这些电子平台 或者一些货币数字化 这样的情况 都是叫做 仍然会弱些 所以我觉得 你说 未来这一段时间 新经济股 其实都未必会是 跑输一些旧经济股太多 纯粹今天 今天来说 或者这一两天 是叫做炒一些油股 或者说一些电讯股 但是你说 中期的情况来看 我都觉得 新经济股 其实仍然是叫做 有条件 抵抗市 所以 去到这个位置 今天来说 那些龙头 尤其是受欢迎那一群 其实都是叫做破云顶 只不过是轻轻回一点 我觉得就未至于 需要太担心 都可以看一下 你说 今天收市回到来 看看 之前一直盯着那些普团股 例如你说 港交所 腾讯和美团 这一群会不会 会出现个比较大小小的正流出 如果你说这一个势头 都还是叫做没有出现的话 其实这一群股份 都仍然是叫做值得继续持有 好的 谢谢Samuel 这么详细分析 都市申报一下 有没有持有上水投博股份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Samuel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和Samuel聊到这里